斗斗影视派天天都精彩 大家好,我是斗斗 在《神雕侠侣》中 周伯通的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场对决 在这么多对决中 有四场是最具争议的 哪四场呢? 1.周伯通与余网镇对决 绝情谷 周伯通初登场便被余网镇捉住 他成为了继欧阳峰被郭敬卓三次放三次之后 另一位被活捉舞绝高手 不知道是他武功刹那 还是绝情谷公孙芷的余网镇太厉害 要说这余网镇厉害 人家杨过就能破解掉 倒是周伯通在大厅广众下耍赖 之后衣服都没顾得上穿好就逃之夭夭了 得亏在场的各位知道他像个顽皮的孩子 若不然人家得以为他脸皮的有多厚 被余网镇活捉 如果公孙芷要对他下手 他能逃脱得了吗? 2.周伯通与金轮法王对决 还是绝情谷 周伯通与金轮法王对决 当时郭湘被金轮法王所抓 作为营救 黄荣一马当先 随从的还有周伯通 伊登大师等高手 周伯通与金轮法王单打独到 法王自视身份 周伯通不用兵器 他也果断把五只轮子收进了腰间 然而这却并非是一场公平的对决 因为周伯通还有黄荣在旁帮忙 纵使如此 金轮依然从容应对 在接周伯通数招之下 还能出身拍断黄荣手中的竹棍 或使黄荣溃出战圈 周伯通有黄荣帮忙的情形下 连金轮法王都打不赢 还想打赢杨过 毕竟 金轮最终败于杨过 所以周伯通肯定也不是杨过的对手吧 三 周伯通与杨过对决 百花骨 周伯通与杨过对决 杨过施展出黯然销魂掌以后 周伯通慌忙接招 竟无意间施展出了九阴真经中的大幅魔拳 要知道周伯通曾经是发过是不再用九阴真经中的武功的 其实并非是周伯通有意要违背誓言 他也是无意间就使用了大幅魔拳的 也只有在万分紧急的时候才出现那种状况吧 也就是说周伯通是被杨过打乱了阵脚的 被杨过折服的周伯通 甚至夸赞黯然掌势近些年来 江湖中最好的武功 他甚至连拜杨过为师的心思都有了 这样的周伯通想赢杨过估计很难吗 四周伯通与援军对决 襄阳大战周伯通也到场了 并且其他几个武绝高手也都在场 当时周伯通是唯一附上的一位武绝高手 他身中数剑 反而要别人照料 黄药师把软胃夹给了周伯通 同样是武绝高手 差距咋那么大呢 有人说了 最后杀死金轮法王的人可是周伯通 他穿软胃甲也是为压死金轮服务的 可是高抬之上 打败金轮法王的人是杨过 他只是捡了个漏而已 那时候即使柯震恶这样的人物 也照样能解决掉法王 如果没有杨过的到场 只凭周伯通一个人的实力 恐怕连上高抬的机会都没有吧 整部神雕侠旅中 周伯通这四场对决也是最具争议的 因为有人说他只是在玩而已 只要他玩得高兴就行了 他又何曾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认真过 可是 如果只是抱着玩的心态 最后要搭上自己性命 那这可就不仅仅是玩那么简单了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痘痘的小伙伴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还是试他这中一个小伙伴 我们下期视频的小伙伴 an brilliant 跟悦说的小伙伴 所以 pose有点兴趣的小伙伴